了解了耗龙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舟7号的最新动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16时30分 天舟7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货运飞船绝大部分旗舰将在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稍时销毁 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今年1月17号22时27分 天舟7号货运飞船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升空 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